你進入謀慣愛嗎 為什麼要說謀慣愛 瘦弱的兇嫌被警方逮捕後不發抑鬱 他在殺人後的四個多小時 都跟女友躲藏在自己家中 要怎樣 要殺人 殺人 警方到家中逮人兇嫌家屬 聽到殺人二字不可置信 而照片中證明要貌清秀 對著鏡頭微笑的年輕女孩 就是目睹媽媽被男友殺害 卻還自願上機車跟兇嫌走的死者女兒 不管媽媽傷事 跟著男友逃離 直到落網 才得知母親已經慘死 崩潰大哭 怎麼乖乖啊 不然這樣很少人 不然這樣很少人就對了 如果處理就一定有債人做事啊 鄰居說死者生前是家庭主婦 在家照顧唯一的獨生女 丈夫在果菜市場做生意 二十歲的女兒美容美髮科畢業 說要等考到駕照再出社會 死者管教女兒嚴格 鄰居形容幾乎二十四小時黏在一起 不過死者女兒去年三月 跟兇嫌開始交往 臉書放滿兩人的親密合照 還互稱老公老婆 對外宣稱明年二月就要結婚 眼中只有對方 但女方媽媽嫌棄男方 又黑又矮 不准來往 也瞞下兇嫌對女兒媽媽的怨恨 已經交往一段時間 不過因為雙方的父母 尤其母親反對罪例 而造成今天不幸的一個結果 警方說兇嫌疑似預謀 當天早上買水果刀就到菜市場行凶 不過死者的女兒 為什麼在看到媽媽被殺後 還跟著兇嫌逃跑 是否涉案或也有被叫縮 隨著小情侶一起落網 要抽絲剝繭清案情 記者陳生意王家慶高雄報導